今天是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么昨天晚间 这个高端公司是一次爆发所谓的 一次涉嫌内线交易等相关的案件 而昨天的这个检调是大动作 约谈了董座以及等相关人士 进到了检调的单位来进行相关的约谈 而进行的这个国民党的人士就认为说 难道选后才来处理 难道是有相关的政治力来介入吗 而这边这个部分呢 民进党相关的立委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现在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们尊重司法的调查 那检调的进度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就随便就做政治的解读 所谓的选举后才进行侦办 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符合现在的常态 因为现在不就又进入了总统跟这个立委的大选吗 那所以呢地方选举结束了 中央选举开始了 那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适合侦办的时间呢 所以做这样的批评 其实本身就是政治考量 我们觉得可以少一点 当然一切都还在目前都在检调的进行约谈当中 不过昨天这个动作也在昨天是晚间是以30万元来做交保 那另外大家相当关心的是这个内阁人士改左 到底要怎么样的改才算是民进党是在彻底反省呢 昨天高嘉瑜立委就坦言说其实苏葵应该要团进团出 更点名花敬群的EQ非常的差相当的不适任 而对这个部分呢党内有其他的立委就认为说 真正EQ要检讨的其实就是高嘉瑜本人 民众其实对于这一次民进党施政以来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有用选票来表达他们的态度 那我觉得民进党就应该要虚心的面对跟检讨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去交流 如果说这个内阁即将要总辞 那我觉得也应该要给民众一个说法跟检讨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院或者是执政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缺失 那新的内阁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气象 我相信说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 这样子的检讨就会很快的让大家看到 我觉得高嘉瑜委员的EQ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因为他我看我们蛮多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他也相当有意见 所以先好好的反省自己一下 每一个人都是该自我检讨的对象 不要一直急着检讨别人 当然现在这个检讨的声浪是排山倒树而来 不过现在民进党的这个立委也透露了 其实如果说要内阁改组 最快的时间点可能将会落在1月 也就是这个立院的会期结束之后 农历年前可能就会有所调整 甚至来做公布 那么上次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再把先进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